谁能想到,这部极度冷门的小成本科幻片,竟能用一个牛逼炸裂的脑洞来探讨人性。 影片结尾的今天反转,更是让无数观众大喊卧槽。 一场意外的车祸过后,让男人成了比柯南还要柯南的扫把星,因为他发现只要任何生物靠近他,就会悄无声息地瞬间死亡。 起初还未察觉到异常的他,拖着残破的身躯来到路边拦车求救。 可谁曾想车辆朝他驶来后,却突然失控撞向了路边,他骂骂咧咧地跑过去查看,竟发现司机两眼翻白,早已没了呼吸。 惊慌失措的他立马打电话报警,但在另一边询问他的姓名时,他却发现自己好像失忆了,连忙掏出钱包查看后才知道自己叫做阿强。 可突然,阿强靠近查看,发现坠死的乌鸦竟也是两眼发白,这诡异的荧幕吓得他把腿就跑,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餐厅,可他刚推开门,餐厅内的景象却再次让他毛骨悚然。 无论是服务员还是餐厅里的食客,全部都是两眼发白的诡异死状,阿强还以为是空气里的未知病毒,于是赶紧扯下衣袖捂住了口里,接着通过地图对比着身份证上的地址后,回到家的阿强第一件事,就是封住家里所有的门窗缝隙,也就在这时,他看到屋外的邻居还在出草,善良的他好意通比划,又拿出木板焦急地示意他赶紧回家,可显然邻居的眼睛不好使,一脸疑惑地朝他走来。 阿强终于意识到了什么,或许有问题的并不是空气,而是自己。 他来到屋外找到一只乌鸦测试,当他一步步地朝着乌鸦靠近时,上一秒还在嘎嘎乱叫的乌鸦,下一秒就两眼翻白瞬间死亡了。 看到这一幕,他这才明白所有厄运的根源竟是自己,接着,他又用绳子测量出死亡的距离刚好是十米。 不知所措的阿强想要报警自首,但挣扎过后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,为了避免酿成更大的悲剧,他只好将自己封闭在仓库内。 可到了晚上,他却发现一个陌生的女人正朝着他靠近,害怕自己会害死他。 阿强焦急地呵斥女人远离这里,然而下一秒。 阿强战战兢兢地打开门,却发现女人依旧活生生地站在了自己面前,女人名叫阿珍,他告诉阿强车祸发生时他也在车上,并且同样失去了记忆。 但让阿强惊讶的是,当阿珍来到身边后,他制造死亡的能力似乎失效了,暂时松了一口气的他,决定和阿珍一起重回车祸现场寻找记忆。 然而眼前的一幕让两人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,车祸现场竟出现了一个直径十米的黑圈,这根本不可能是车祸造成的。 并且当阿强捡起一根树枝查看后,发现也并不是火灾导致,阿强终于意识到,两人身上的异常一定跟眼前超自然现象的黑圈脱不了关系。 紧接着,他向阿珍坦白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怪事,但阿珍听完后,只当他精神病犯了,掉头就走。 这时,路过的一名警察发现了争吵的两人,就在他下车问询阿强时,阿珍已经越走越远,眼看着两人的距离超过了十米。 看到这一幕的阿珍彻底傻眼了,阿强赶忙拉住落荒而逃的他,为了让他彻底相信这一切,他带着阿珍决定再做一个实验。 他让自己和一只山羊站在一起,并让阿珍不断地后退远离自己。 当两人的距离超过十米时,一旁的山羊立马就倒地身亡了。 这下子阿珍不得不信了,他似乎真的是抑制阿强厄运的开关,而为了弄清楚是否是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常。 阿强带着阿珍来到了医院,可经过全身的CT扫描后,结果却没有任何异常。 这时,两人看到了电视里的新闻,警方通过调查后,已经将阿强列为了这些离奇死亡案件的第一嫌疑人。 与此同时,警察也来到了医院,见状,两人也只能拔腿就跑。 就在两人准备乘坐电梯离开时,阿珍却被墙上印着自己头像的寻院启示吸引。 这一愣神的功夫,阿强已经跑进了电梯,想到电梯内的无辜民众即将丧命。 阿珍只能朝着楼下拼命奔跑,试图和阿强保持在十米范围内。 而电梯内的阿强,也在下一层焦急地将电梯内的民众赶走。 庆幸的是,两人终于在一楼成功会合,这才避免了又一起灾难的发生。 在成功逃离警察的追捕后,两人驱车来到荒地度过了一夜,时间来到了第二天,阿珍从车内的广播得知丈夫正在寻找自己。 虽然他完全不记得,但还是带着阿强找到了丈夫。 阿珍将他和阿强的异常告知了丈夫,并希望丈夫能帮他找回记忆。 但丈夫只觉得他在天方夜谭,愤怒妻子为何和一个恐怖分子待在一起。 直到亲眼看到阿强用桥下的鸽子,当着他的面掩饰了一遍后,他才无奈地接受了这一切。 接着,他将两人安置到自己已经倒闭的商店。 而在屋内,阿珍又发现了一张关于他的寻人启事,并且上面显示他已经失踪一年了。 阿珍彻底懵圈了,那自己所谓的丈夫又是怎么回事呢? 丈夫见状拿出了一张照片,原来阿珍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,但却在一年前莫名失踪了。 为此阿珍甚至辞去了工作,每天在镇上贴寻人启事寻找。 直到几天前,他和丈夫又为此大吵了一家后赌气离家出走了。 看到妻子似乎状态不对,贴心的丈夫准备给他拿点事的,可以转头。 他就看到了这让他脑袋发光的一幕,欲哭无泪的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外人。 等到阿强走开后,他愤怒地质问阿珍到底和阿强是什么关系,可阿珍的一句话让他彻底心碎。 猝一大发的丈夫脑袋一热,还是没能忍住偷偷地报了警。 很快,两人就被警察堵在了屋内,戴上手铐后,眼看毫不知情的警察准备将他们分开带走。 阿强彻底地慌了,可不管他如何解释如何请求,警察只当是他在赋予反抗,在两人痛苦且无助的嘶吼声中。 看着这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倒在自己眼前,阿强彻底地崩溃了,但没时间悲伤,两人要继续开始逃亡之路了。 而目睹这一惨剧的丈夫,为了尽可能地弥补,主动提出留下来善后,阿强带着阿珍准备前往自己的湖边小屋,行驶到半路。 当他们来到商店购买物资时,电视里的一则新闻解开了真相,原来就在他们发生车祸时,一道宇宙闪电刚好击中了两人。 这才让他们的身体出现了超自然的变化,阿强猜测他们两人就像是电池的正负两极,在一块石就会得到中和。 而那些两眼翻白瞬间死亡的人,或许就是被高强度的电流摧毁了大脑,但哪怕了解到原因,他却还是无法改变什么。 抵达湖边小屋后,阿强表达了对未来的绝望,他告诉阿珍,如果到最后都解决不了身上的异常,他可以接受牺牲自己。 唯独不希望阿珍因为他而失去自由,但他不知道的是,经过这短短几天的相处,阿珍就已经彻底爱上了善良的他。 我没关系。 阿珍也在其中,这残酷的一幕让阿珍浑身颤抖,他无法接受自己刚表明心意的善良男人,实际上却是一个残忍变态的连环杀人魔。 阿珍颤抖着将日记翻到最后一页,上面出现的赫然是自己的名字,这一刻,阿珍的记忆也彻底恢复了过来。 原来那晚在一次寻找姐姐无果的阿珍,情绪崩溃之下准备自杀,突然出现的阿强将他救了下来,接着还贴心地准备送他回家,可行驶到半幕。 阿强露出真面目刚准备行凶时,敏锐的阿珍及时察觉到了不对劲,在他激烈的反抗下,失控的汽车撞下了山坡。 可就当跑出来的两人对峙时,那道宇宙闪电从天而降将两人包补,后续所发生的一切也都源自于此,同样找回记忆的阿强无法面对这一切,强烈的落差感甚至让他呕吐不止。 也就在这时,阿珍举着枪来到了阿强身后,崩溃的他怒吼着让阿强跪下,可无论如何,他却始终无法扣下扳机,就在他压着阿强重新回到小屋时,一路跟踪他们而来的三名劫匪控制住了两人,接着就将阿强按在地上一顿毒打,阿强趁机打翻一人后转身就逃,但想到阿珍还在他们手上后他又停了下来,眼看两人举着枪朝他走来,他一步步地后退,直到两人瞬间倒地身亡,另一边的阿珍也趁机逃走,却还是不幸被最后一名劫匪� 记住,阿强朝他靠近将他解决后,带着生命垂危的阿珍飞快地赶到了医院,然而这一次,看着阿珍被推向手术室时,他却没有选择跟过去,阿珍也意识到了他的绝点,但这一次他没有任何理由阻止,当两人的距离到达十米的一瞬间 最终,阿强用自己的生命结束了一切,人性的最终归属是善良,他也用自我审判的方式救赎了自己